其實譬如版面那四隻 表現最好就是高位電子 但是都真的升得不少 你覺得現在追不追入呢? 因為剛才你又說到 其實蘋果的股價你又會繼續看好的 其實高位電子這一些 其實很明顯可以升成一倍幾 就一定是憧憬業績有比較重大的增長 我們其實也都見到 Forecast的PD其實不算是太過貴的 但是我也要提醒 其實你說如果你前一天有問我的話 那當然更加著數 我回答這條問題 因為他前兩天還沒夾這一元的陽足 那他昨天又大夾了一棍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位置還要追入的話 那我只可以遠足說 就是說你設置的止選位 就是被迫是要寬一點的了 萬一一圈的話 到時不要說 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其實大家希望大家有個成熟的心 你凡是夾得這麼厲害的 momentum的股份 撮下來那一刻 其實你每條力度都大了 就是打個比例就是說 近來有一隻表面不失 就是表面和實際都不拉肩的股份 那個升勢一樣這麼強定的股份 就是751這個創圍 那你見到創圍都可以是 由六個幾這樣不理你 這樣回一回一下 這樣回到四個八的 哦你四個八你斬了去 它昨天又升了20% 一下都收不散失地 那所以高位電子這樣的momentum 其實和751的momentum 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些比較升得多的股份 你硬還是要繼續做的話 其實你好不就要設置個子選比較寬的了 那這個是我們俗稱是 這個廣東話的鯉魚就是吃得鹹魚 你一定要抵得渴的了 就不可以 譬如有小朋友 你說我不承受得規選的 我一定要贏的 這就不可以這樣的態度